小姐我要买两张大乐透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讨吉利买个发财机会好过年 民众将目光瞄准了彩卷及呱呱乐 玩完快乐嘛新年快乐啊 就想说看会不会中大奖 过年然后就拿红包钱 然后就想说讨个豪菜头 还是会集资啊 大家一起再博个希望 民众越远越市 看上的当然就是今年的春节加码 因为光是大乐透 从15号除夕到20号初五 每天连续开奖 多了400组百万奖金 加码总金额高达8亿元 是历年次高 有满有希望 加上上班族年终奖金入贷 推升了集资加码热潮 大乐透的销售量 就提高了大概五成有 平常可能你自己一个人 可能买个一千两千 那因为过年 尤其这段时间 可能一个人出个三五千块 一次过来买个两万三万的 民众特别多 民众集资比例变高 既然博一个财神爷 眷顾的机会 集资美嘎也得留意 一旦中了高额奖金 会被扣20%所得税外 外传还要多缴赠与税 不过财政部出面澄清 说明财卷中奖 不涉及赠与税问题 不用事先报备 请民众放心 欢迎新闻苏宏杰 陈淑曼台北报道